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 欢迎博洋兄 小圆好 雅光熊好 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那个小男跟我说缺个人 然后呢我就 我就来了 结果没想到缺的是他自己啊 那么如果他中间加入的话 我就让给他 那我们就到那个小男兄 他一开始提的一个就是话题的 刚要我们一个个的讨论一下 就是首先就是最近震动全世界的一个新闻 就是俄罗斯的反对党领导人 纳瓦尼在北西伯利亚的一个 极寒的一个监狱里面死了 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对世界上有很大的震动 因为毕竟俄罗斯是号称民主国家有选举的 然后现在胆敢就是起来作为反对党领袖 反对普京的一个个被他弄死了 这个这个事情就搞得挺糟糕的 就是啊 所以我我以前也说过 就是中国是相当于是 呃 真小人 然后普京是那个伪君子 因为真小人说起来 我就我就不允许你选去 那么你就不要选对吧 那么大家都知道也不会选 然后就不会有人说 因为反对谁谁谁去选了 然后被弄死这种事情 那伪君子就说你们可以选啊 你来好了 我是民主的 然后呢 谁一选 然后谁去反对普京呢 然后就要么毒死 要么暗杀 要么弄到牢里面一个个弄死 这个事情挺糟糕的 这个事情 然后呃 充分说明了这个普京这个 普京大帝这个独裁的本质是吧 那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我不想我先说两句 这个首先我是觉得像俄罗斯现在这个状况呢 不能成为民主国家 他们虽然有选举 但是完全被普京这么一个集权 这个统治者 他操控这选举没有 这个选举没有 不是这个我们大家 突然意义上 这个认同的这个民主选举 这个选举基本上就是说 被途径一个人操纵操纵的选举 所以在这种选举 虽然有这种选举形式 我们不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是第一点啊 我先说一下 这个我这观点呢 是来自于 我很认同的这个 斯坦福大学的这个 许臣刚教授 他最近的说法 这个其实我很认同的说法 就是说 不是有选举形式的这种国家 这种制度就称为民主制 民主选举 民主制国家 是真正的有选民选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 这样的国家才能成为是民主国家 像俄罗斯这种国家 像印度尼西亚最近刚搞选举 像柬埔寨他也搞选举 这种国家所谓的选举就是形式主义 根本不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咱们先这么说一点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我认为俄罗斯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就是来自于中国古代上说的那种 匈奴民族 就是匈奴民族 他们的后裔 这种文化 没有民主的基因 这种国家的文化 就是极权文化 就是这个 一人独大的文化 所以呢 现在这个 被杀死的这个 俄罗斯最大的反对党的这个领导人 我一点也不奇怪 就像在今年 去年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马格纳 这个 对 收脑 这个什么 图里格勒 图里格军 图里格军被杀一样 这国家都没有什么好讲 只要你反对当权者 反对俄罗斯这国家的 一尊 反对俄罗斯国家的这个 这个领导人 普京 你 必死无疑 这个 我也不奇怪 我觉得这个俄罗斯这国家 它的野蛮程度 是在欧亚 大陆国家当中是最惨 最糟糕的一个国家 比中国 差点 还有糟糕 我觉得他们这国家的残忍成功 只是比北朝鲜 稍微好一点 这个很糟糕 非常糟糕 这个国家不能说是民主国家 这个普京 就是一个恶魔 所有跟他作对的人 下场都跑不了 这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 的这个特点 我先说这么一点 我不奇怪 普里格军能死 这个现在这个反对党 这个人死 我也不奇怪 一点都不行 你先说这么一点 不要说 我完全同意 雅光说的这个 俄罗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这个我完全同意 但是雅光说雅光雄说不奇怪 我可能有点天真 我就是怎么说呢 俄罗斯从就是九一年 苏联九一年解体以后 我还是觉得 俄罗斯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 民主国家 然后融入整个欧洲 这这么一个大家庭 这么这么一个 我也确实是 我就觉得有点惊讶 就是从他侵略乌克兰开始 就包括就是 先是克里米亚 然后就是乌东 这几个这几个州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自从侵略乌克兰以后 实际上俄罗斯已经死了 不少那个商人啊 或者什么 前政府官员啊 都是莫名其妙的 包括有个将军 都莫名其妙的就去世了 这然后就说的格里普人 就这个格里普京 就说他最后就是当时 他最后又又又招安了嘛 所以我就我心里还挺 我觉得可能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那个飞机爆炸了 然后呢 现在的结论就是说 我看说有时候就是 有人醉酒带上去一枚手榴弹 就他们中的一个人不小心爆炸了 像这种理由就是一看就是太太太 一看就是荒牛的 然后像前一段时间又快选举了嘛 三月份他们要总统选举 有好多那些有些一些候选人的 包括我记得有一个女的也是反战的 最后这些人都失去竞选资格了 都失去竞选资格了 像这个纳瓦尔尼 他是实际上已经都到了西伯利亚的 这么一个偏远的北极圈里的 这么一个监狱 最后还没有把他放过 所以我是彻底的 觉得真是残暴 这个国家 像我就是说 你看普京竞选的口号之一 就是说俄罗斯的边境是无止境 在马路边上都有那个 我看中文晚上贴出来 咱们不认识俄文的 我还专门让公司的乌克兰人看了一眼 他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一个 就是说一个邪恶的这么一个帝国了 我这个问题现在就转到 就说这个西方国家怎么能够团结一致 把他打败 这是下面的问题了 反正确实太邪恶 对这个纳瓦尼前两年 还有一部纪录片 就是应该是加拿大人拍的 然后他正好前几年 从纳瓦尼在是德国还是什么 去欧洲的时候被普京那个下了毒 然后下了毒之后呢 他就他在接受治疗 然后这个设置组就一直跟在他身边 就拍了这么一个纪录片 但是一直拍到他就 他要返回俄罗斯 他虽然治好了病还要回去 但是他可能也比较天真 他觉得这个俄罗斯还至少还会保留 这个民主的形势 会让这个反对党的这么一个领导人 活下去 那么也没想到一回去 他就坐牢了 然后呢 现在呢 终于被灭口了 就是这样子 对 一下飞机就在机场 就把他给抓起来了 今天我看到这个英文主流媒体的报道 说拜登 记者问的拜登 说你三年前 2019年你见到普京的时候 你跟普京当面警告 说如果纳尔瓦尼 这个俄罗斯最大反对党的领袖 如果他在你俄罗斯的掌控下 如果他死了的话 会很严重 而他们讲就是有这个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就是拜登跟普京讲 记者就问拜登 说这个纳尔瓦尼现在已经死了 你准备怎么办 拜登说什么 拜登说我们要 出台新的制裁措施 这个说法我就觉得很可笑 在俄罗斯陆寻 乌克兰以后 美国所有能采取的制裁措施手段 全都 就咱们说 利空出尽 全出尽 现在 普京又把这个纳尔瓦尼弄死了 你还说 还要进一步加强制裁手段 你还得有什么手段 也没什么手段 那现在主要就是那个众议院在搞鬼嘛 就是众议院议长叫迈克·约翰逊 因为参议院已经高票通过了 就是援助乌克兰 还有以色列 还有台湾 总共差不多要10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法案 那么要 现在是轮到众议院投票了 众议院实际上呢 居国际是投票是会过的 但是呢 这个 迈克·约翰逊这个议长呢 他是程序上被一个 他说我们上会 休息两个礼拜 然后不交给大家投票 那现在其实那个纳瓦尼死了之后呢 现在是不计算有压力的 就是你这个议长 你究竟是屁股子在哪里 你是 那个 究竟是被俄罗斯人控制了吗 还是被特朗普控制了吗 还是你究竟是自己 自己是怎么回事 然后现在其实有人在挖什么 有人给他这个竞选捐款 是俄罗斯人捐的 还有很多事情 那现在他其实压力也挺大的 就是说美国这个制度不是 不是说总统说了就可以这个钱 就无穷无致的就可以拿出去的 就是拜登其实是想要那个支持 那个乌克兰的 那么现在呢 就在这个三权分立嘛 因为他这个这个不款的事情 还是要立法机关来通过的 那么这个总统的 总统的力量还是有限的 就是权力有限的 所以这个总美国制度决定 那么究竟过了两周 比如说这个众议院 他休会之后 会不会交付表决呢 我觉得迈克约翰逊 他如果做的过头的话 舆论呢 如果美国这个舆论对他不利的话 压力太大的话 他可能还是不得不交付表决了 不然的话他可能这个议长也会丢掉 他这个议长其实就是 本来就十几个人 就是都是极右的 就是跟那个特朗普抱团的那几个人 组成的 然后呢 如果另一帮那个 稍微理性一点的固化党员 如果要 也要反对他的话呢 他的议长 议长的位置就保不住了 我觉得这个 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对我看有说嘛 就是说冷战时期 冷战时期 那时候那物理学家萨哈罗夫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俄罗斯都不敢 就是不是俄罗斯 就苏联呢 都不敢比如说暗杀什么的 因为那时候两级嘛 就是说那个西方社会 还是很团结的 就是现在 就是西方社会 就不团结嘛 美国 欧洲 这不团结 所以呢 现在像俄罗斯 现在不经 反而到什么都不怕 他为所欲为 他想做什么做什么 现在就到这 到这部分了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像刚才 像小元说的 反过来就要 促使西方社会 怎么能够团结一致 真正的对付这个 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了 我看这个 这个就是正好 不是这个 纳瓦尔尼去是正好是在 慕尼黑安全会议嘛 所以就说好多国家 也是都开始表态 怎么支持这个 这个乌克兰 包括美国副总统 哈里斯 他也是说嘛 我们是plan A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最终 像这种 援助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这个 六百亿吧 好像是 你意思还是说 我看有有有报道说 可能在 第一个季度 的时候 也那就三月底吧 可能是就能够还是能够 能够通过的 有有有有有这种说法 嗯 伯扬我同意你说吧 咱咱们这么讲 你说这个 当年那个 撒洛 就是这个 这个苏联的时期的这个流亡作家 对 我是觉得当年苏联 苏共中央的这些负责人 不论是伯雷尼尼尔 还是后来七十年课 还是什么 戈尔帕小夫这把人 都比现在的普京 仁慈一点 这个普京他妈的是这些 可哥伯 还恶劣 非常恶劣 他没有王八蛋 比什么 这些 比什么 赫鲁小夫 波列人 七十年科 安德罗伯 这个 这个 后来最后那个 什么 死的那个 就是戈尔帕小夫 还有恶劣 这个家伙还恶 还凶猛 这个家伙 所以 这个家伙干事 比那些苏共中央 考虑之前的苏共中央 负责人 还有恶劣 我只能得知到结论 这个家伙将来是历史上 遗仇万年的别人 不管怎么 太恶劣了 你说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反对党 这个手里 这个人就被你关的监狱了 你得把他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当年杀荒 俄国杀荒的时候 还有在列宁的时候 列宁时代 斯大利时代 把反对 反对者 反对一见者 送到西伯利亚的人多得很 都没弄死 说你这个人叫他妈 他居然连这么点事情都容忍不下去 他已经进监狱了 你判了19年了 那他呆着算了吧 你都把他弄死 你太恶劣了 心胸太狭窄了 没错 我觉得跟当 跟这个中国刘晓波一样 但是刘晓波他没说要竞选总统 这个反正 然后反正过去了这个事情 然后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然后呢 因为那个小男兄已经上线了 我就主持就交换给他 很高兴跟大家聊了这一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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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 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 开立新账户 购物或获取福利 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 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 制定自己的计划 帮助您挽回损失 请在东部时间上午九十至下午五十 致电877-438-4338 电话是877-438-4338 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 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 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 请转到IdentitySafe.gov COVID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 我们知道COVID可能带来长期症状 所以请记住 全面接种疫苗 对降低长期COVID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 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 可增强保护对抗新进种病毒 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 请记住 经常洗手 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 是我们都可以做到 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紧自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周卫生部合作 嗯 多亚 哎你没动静了 是小男吗 应该是 不好意思能听见我说话吗 哎能听见可以可以 对我现在没法出图像车里面特黑 我刚才开了一个灯 但是我看那个开灯的效果比不开灯还还不好 我所以干脆不出图像 我马上就到家了 那个咱们接着聊吧 你们刚才聊的哪了接着聊 是说那个普京的阵敌在狱中忽然死亡这件事是吧 对对对 这事我们已经聊完了 对这事我们就说完了 嗯 已经说完了 嗯 好 哎小辫下去了 小辫下去了 下去了 对 我们那个那从普京正好就是聊到这个普京发动的这个俄乌战争 最近好像是俄军在地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是吧 这个占领了一个城市 这个乌克兰方面说是主动放弃 俄罗斯方面说是这个城市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被解放了 但是从过去几个月的统计看 好像俄军在在这个地方好像那个伤亡还是不小的 你们注意到没有 对注意到了 好 这个 有国际上的评论说可能这个俄乌战争就此进入了一个 一个转转折点 因为前两年好像一般就是这个一般认为这个俄军处在一个 一个打输了的状态 就是首先前几天这个最初的闪击战也没有把基辅拿下来 然后随后这个在各个战线也不断地遭到乌克兰方面的反击 这个好像很狼狼 大批的军械物资啊 坦克啊 装甲车啊 这个都抛弃在这个各个阵地上 这个我们也看到不少这个网上的报道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俄军好像比较进入状态了 你们你们怎么分析啊 比较光凶 不愿意说 我倒是 我倒是觉得 我倒是觉得 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能跟就是过去一年吧 就是我记得那天去年 半年多吧 去年夏天的时候 就说乌克兰说开始反击 开始反击 刚开始大家都抱着挺 挺大的希望的 包括得到了欧洲的暴徒坦克什么的 结果发现就打了几天好像是 然后就冲锋的那个势头就没有了 现在呢 就是说 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把那个总司令给换了 把那个扎卢日内给换了 换成一个俄罗斯人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跟 过去这半年多吧 这个 乌克兰的这个打法 我觉得跟他的有些 还是有些过于保守 当然了 他就说我们不能够 就是像 像俄罗斯那样 就是拼人力 那个 我爱护士兵的生命 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但是是不是打法 还是有一些保守 因为有一点就能够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阿富提夫卡吧 小南刚才你提的 刚失守以后 就是我看写的 60个小时之内 不到三天 就打下来 俄罗斯苏 34 35 一共好像是五架 这就是说什么呢 他怎么打下来的呢 他就是把他的那个 爱国者导弹系统 往前推进了 就是说 用爱国者导弹系统 把这些飞机打下来 也就是说 你前一段时间 就是阿富提夫卡 为什么失利 其中有一点 就是说是 在没有防空能力 那个俄罗斯的那个 那个战机 就出动轰炸 一点办法没有 那现在 突然间这60个小时之内 就能够打下他五架战机 损失 俄罗斯损失了 好像是七个飞行员 这个 这个 就说明 是不是当时的战术啊 有些保守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场战争 可能 可能不能决定于 今后的这个战场的走势 但是反过来 有可能像在 刚才我跟亚光兄 还有 还有台长也都谈了一下 就说 可能会 让西方啊 包括美国 美国国会啊 可能更进一步的 采取一些措施 可能 到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战场走势 我还是 对乌克兰 还是 还是看好的 就在今后这一年吧 那 薄阳 我同意薄阳的说法 我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个 首先 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个 这个战场 这个力量对比 乌克兰显然是处于弱势 它不论从人口 对 从这个土地面积 从经济实力 这个都比 俄罗斯差一块 但是俄罗斯 这个 区内乌克兰呢 首先从道义上 它是 它是没有道理 它是属于这个 完全属于这个 这个道义上 受谴责的这一方面 讲啊 这 我觉得 俄乌战争 达到今天这一步 乌克兰 没有 这个 没有像大家 希望的 有个取得的 很大进展 除了刚才跟这个 就是两个国家的实力 相比的 差距比较大 这个 这个差距比较大 这个 这个因素 之外 还有一点 我觉得美国呢 作为西方盟国的 这个领导者 对乌克兰 对乌克兰 和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 这个战争当中 加了太多的 限制因素 这个 很长时间 一直讲 乌克兰你不能 我不能给你 长城进攻武器 你就是你不能 打到乌勒 俄罗斯边界之内 这个很多的 这个军火元素呢 实际上就是 只是起 防御的 这个作用 进攻作用 的武器 美国和西方 这些国家 因为以国 以美国为首 这些国家 不给乌克兰 提供这种武器 对 我就是 总的一感觉 就是说 美国 对乌克兰 反侵略战争的 提供的帮助 和当年 二十大战争时期 日本袭击 珍珠港之前 美国对中国的 国民政府的援助 相似 就是缩始缩小 不想扩大 不想扩大 这个不想 就是不想 把这个战争呢 就是 扩大战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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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程度 但是你这种 做法呢 我就觉得 用意呢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实际上是 可能就 其实作用呢 可能是很 其实可能很多 负面的作用 这个我想补充 这么一点 不想你说 我都同意 我就补充了 这个你对这种 区别人 对这种 像普京这样 区别人 如果你不全力以赴的 打败他 不全力以赴的 帮助被区别的国家 击败这种区别人 这个事情 就很 就很难讲 这个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对 没错 雅光说的非常对 就是说 像我就觉得 好像 自从 这个俄罗斯 开始 起掠乌克兰以后 这世界好像就变得 不太平了 就是说 比如说像 像这哈马斯 也 也也 听到一把事 他觉得太听到一把事 对 完了 像北朝鲜 也是 也是 对 把宣布 南朝鲜时 他的敌对国家 都到这步 包括 就是说南美的 我看那个 叫什么 南美那个国家 就是也搞独裁的 那个国家 就是 对对对 宣布到旁边的 那贵亚纳 就是说 他认为贵亚纳 是他的 所以 甭管 这件事情 由美国压着 他才没有敢 动武 但是 就是说这个国家 实际上现在都在看着 都在看着 这个 这个国务战争的走向 许多国家 就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 只要我 我有武力 我强大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在这种时刻 确实是美国 需要把 这 就是大国的 这个责任 承担起来 确实承担起来 像亚光刚才 你说的那个 就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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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岛之前 美国还 无理主义 现在美国 他还是也有这方面的 大量的这样的人存在 当然了 就是美国往往就这样 一旦像 像发生了 像比如像 珍珠岛那种事件 那美国人 他民意 能够马上就 转过来 就是那什么 但是 可是在这 在这种情况下 像乌克兰 确实遭受了 就是 很大的损失 这个 这个希望 就是国会啊 能够 比如说 我看就是说 这个六百亿 六百亿 这个军事援助 就相当于美国国防 开支的 百分之五 你自己又不出 一兵一卒 就百分之五的 而且这些钱 还是买美国的兵器 这些武器啊 什么炮弹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美国 这个 该 该下决心 支持 乌克兰了 这就是 很关键了 嗯 这个 亚光博洋 你们俩说的 我都 赞同 就是说 这个乌克兰 和俄罗斯 两个国家 在体量上 确实相差比较大 人口差别也很大 军力差别也很大 能打到现在这样 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吧 这个 这个乌克兰的抗俄战争 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 他们还是得到了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那么 包括以美国为首的 这个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在财力上 在武器上 还是给了 这个 尽可能的给予支持吧 最近战场上的僵持啊 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 可能像中国 这个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 进入相持阶段这种 就是 一开始有一方很强 然后渐渐 双方扯平了 在僵持 僵持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 确实很难预料 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一个 扶原辽阔的国家 战略纵深很深 而且又是一个传统上的这种 军事全国 军火工业各方面 自然资源也都很丰富 要打败这样一个敌人 确实不容易 但是我是相信 就是在全世界 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 我相信乌克兰的抗俄战争 还是会最终取得胜利 这个胜利呢 不一定是光复全部 这个师徒 不一定啊 但是至少 可能不会让这个普京 入侵俄罗斯的这个最初的目的得逞 他最初的目的是想在乌克兰扶持一个亲俄政权 同时把这个东边的几个所谓的这个共和国啊 这个鼓励他们独立 最后并入到俄罗斯的版图中间去 这个我觉得很可能最后是不能实现的 至于克里米亚能不能回到乌克兰手中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这个可能短期内不太容易实现 你们两位觉得呢 我同意小南和博洋你的说法 我完全同意 就是说这个俄罗斯呢 不管怎么样 你势力再强大也好 你怎么样 你是站在非正义的这一方 你无论什么 什么情况 你不给群裂其他国家 现在在21世纪 你找个理由就群裂其他国家 你是一个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 是吧 这个乌克战争走到今天这一步 确实有很多因素啊 咱们都不讲 我同意想象刚才说法 也许就是乌克战争现在的状态 有点像这个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 在1942年 1943年就是比较艰难的时期 你看到前面 这个谁到镜头你也看不到光线 你可能是这样子 我们没法知道这个乌克战争 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啊 那小男也许可能像你像你说的 就是很多人的判断就是说 乌克战争可能会失掉一些领土 最后怎么怎么样子 我们我们现在无法判断这结果 就像在1942年的时候 你很大判断 中日战争会是什么结局 在1942年的时候 1942年冬天 12月9号以后 那时候你很大判断说 日本这么嚣张 这么狂妄 这么强大 这么军力这么快 打到美国了 美国也没办法 美国也就这样子 你也不好判断说 这个战争在四年以后 就是日本彻底完蛋 我们就不好讲这事情 但是我总觉得 一个国家 一个集团 一个政权 像普京这样的人 你站在历史的 正义的对立面 你不可能成功 你就是一时成功 你在历史上 你也是长久的时候 你也是一个失败者 你不可能这么做的 你现在所作所为 是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 你这种人最终会受到惩罚的 你把你国内的你的反对者 你都一个人干掉 这个国家 我就说苏联这个国家 俄罗斯这个民族 我总看到 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民族 我去看看历史 我觉得俄罗斯的人 就是中国当年的 抗击的匈奴人的后裔 这个文化当中很多有 这个俄罗斯文化当中 有很多匈奴文化的影子 我就想提醒中国老百姓 中国人民 我们汉族人这么多年 两千年抗击匈奴 怎么你们现在就支持修奴这帮人了 修你们现在支持修奴的后裔 你不觉得你们惭愧吗 真的吗 你好好想想 好好看看中国历史 我就加这么一句 你说 我就插一句 我就接着 亚光刚才你说的 我今天看了一个短视频 就是有人采访 在街上采访 就问 都是年轻人 哪个国家占领我们国家的领土最多 侵占了我们国家的领土最多 几乎 几乎百分之百人都 日本 日本 没有说俄罗斯的 没有一个说俄罗斯的 我就感到真是 太奇怪了 对啊 当年的汉朝的获去病 还有那些抗匈奴那些将领 真的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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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是白犧牲 流血是白流血了 嗯 俄罗斯确实有漫长的这种 专制统治的传统 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 他从这次这个纳瓦尔尼之死 就是 大部分俄罗斯人呢 其实他们是支持普京的 是吧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因为普京控制了媒体 控制了这个宣传机构 那么 控制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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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了国家政权嘛 这个 公监法这些 是吧 所以 谁敢反对 谁敢出声 那马上就让你晋声 就是让你消音 这个 他没有一个 就是说 像欧洲国家 特别是西欧国家的一个 就是说 允许反对声音存在的 这么一个 传统 说 反对派可以存在 但是 我会想就办法去抹黑反对派 但是他 不能 一般不会从肉体上 想办法要消灭反对派 这个 但是俄罗斯从沙皇开始 就是 这方面就一直存在 包括流放啊 包括处死 当年12月党人 这个 起义啊 从某些方面来说呢 其实 开明的沙皇 可能比普京做的还好一点 包括 很多批评沙皇的人啊 他并没有把他杀掉 只是流放 包括 普拉奇米尔伊利奇 列宁同志 他不是要推翻沙皇同志吗 但沙皇并没有杀掉 让他坐监狱 他说是在监狱里读书上了大学 你现在人家还让你上大学 这个 那普京就没有做到 也是让纳瓦尔尼 在监狱里面 上大学写文章是吧 就把他转来转去 七转八转 转到一个什么 西伯利亚 荒无人烟的一个 很偏僻的一个监狱里 谁也看不到 然后再过两天就突然宣布死亡 这种做法呢 确实让全世界 都会觉得不寒而栗 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政权 你的政体是个什么样的政体 我们就说 俄罗斯现在这个政权 俄罗斯现在什么话 是匈奴文化的后裔 这些问题全可以解决 这些问题全可以解释了 你刚才说 你现在有答案了 我们现在又到了 commercial time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一年一度的 新雅图华人春节晚会 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 在 Belleville 梅登堡剧场 隆重演出良场 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 传承大使 王杰克逊 带来的动感情 舞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 奖进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 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 定会令您目不暇接 还有获想无数的芭蕾屋小明星崔逸兴 太极剑小明星张栋鹤 小歌星中雨 汪凌薇以及精彩的杂技起跑展示 二胡独奏独唱和同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 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 瑰丽多字的中华文化等 行动不如行动 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 请致电206-619-8698 或访问www.chineseradiosheato.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定您的座位 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 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 西雅图华人春晚 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世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一通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 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 听众朋友们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 今天是2024年2月19号 今天也是美国的总统日 所以很多联邦政府的机构 今天都是休息 包括银行 包括股市 今天都不开 那么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西雅图 然后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薛亚光先生 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 李博洋先生 我今天很抱歉 有点提示 所以来晚了 非常感谢小元台长 在前半场帮我主持 我是主持人小南 刚才我们讨论 就是讨论到这个俄罗斯 这个普京总统的政敌 纳瓦尔尼在狱狱中死亡一世 那么现在他的母亲去监狱 想要要回儿子的尸体 被俄罗斯当局告知说尸体 现在还好像找不到 具体是什么原因 还是说不能交还 或者就是不能交还 我看网上有报道说是 他被告诉说 说那个尸体现在还没找到 对 不管怎么说吧 肯定是就是不想给他嘛 那为什么不想给呢 可能是怕这个母亲 把儿子的尸体送去做 做尸检做化验 是吧 查出什么元素来 就是说因为这个 克格勃的惯用的就是 各种毒药 各种化学品 把一针啊 或者什么戳一下 或者食品里面放点什么东西 就给弄死了 这个正好现任俄罗斯总统 又是克格勃的特务出身 所以这是他比较习惯用的做法 所以他不愿意交出尸体 也是 是 其实外界其实可以 可以想到 但是非常 纳尔瓦尼的这个 佛人 优利亚 今天我看电视在讲 他就说 他就贴口直断 说纳尔瓦尼是被 俄罗斯 普京 普京的下面的人 下毒死 他说 之所以现在他们 这个纳尔瓦尼的这个 夫人的现在在 俄罗斯以外 在外国 他说现在 为什么 俄罗斯当局拒绝把 纳尔瓦尼的尸体 移交给 纳尔瓦尼的母亲呢 就是因为他们想 等一段时间 让他这个毒素 毒素 下毒 这个毒素 散出去以后 没法 确定了以后才交给 纳尔瓦尼的母亲 这是 这是他的太太的一种说法 很有可能 这个他说的很有可能 这个 这个 其实 从外部世界看一个专制政权 怎么样压榨自己的人民 怎么样 这个 用各种手段消灭 不同的声音 这个是 一个 其实很悲哀的事情 就是说你看见这件事发生 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能做什么 也做不了什么 这个也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祖国 就是因为批评政府 因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而被 关起来了 或者是消失了 也不知道在哪了 就是这种事也是不少的 这个 就是我们非常 希望就是说中国不要去 绝俄罗斯 搞这种事情 所以要让人说话 那我就 我就希望中国的身份 能明白 你们 你们 欣赏的 崇拜的 俄罗斯 是匈奴人的后裔 难道我们汉的话 要学 修奴文化吗 好的 这个 这两天不是正好在 纪念这个邓小平 逝世 多少周年 是吧 27周年 对 也重新讲到了 这个解放思想的问题 因为这个 湖南的 湖南日报吧 还是什么 就是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这个解放思想 但是大家细读以后 觉得他说的这个解放思想 和 中国人民心中 所记忆的解放思想的 内涵是不一致的 他讲的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从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广大民众 其实对解放思想 还是非常敏感 也是非常支持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要有活力 要有生命力 要想发展 必须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 就是要让大家都说话 是吧 这个 让大家都统一在一个腔调下面 那肯定不叫解放思想 那叫 这个 是吧 一言堂 这个 其实过去 中国的先贤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 一直到后来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 都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不能搞一言堂 先听则明 偏听则信 让老百姓说话 这回的解放思想跟上 跟以前那是一点都不一样 这次 这次解放思想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 而是为了迎合 上面 所谓的一种解放思想 所以 老百姓实际上根本就 没有机会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去解放思想 我非常同意 老百姓的思想 中国人民的思想 其实挺解放 这个思想不开放的 不是中国人民 是同事者 是领导阶层 对 是啊 这个 其实 我们老实听说 就是各种 这个 只要一说中国要搞民主 搞法治 要走这个 走这个 走向民主社会 那就有人跳出来会说 哎 中国这个国情不适合 中国又是什么人口密度太大了 又是这个什么群众教育水分低啊 这些都是借口 这个 那日本的密度比我们大吗 比中国人均密度要大 新加坡密度大不大 都很大 至于说老百姓的文化程度 什么教育程度低 这个很多是 是你政府造成的呀 你不给他宣传这方面的东西 你不引导 不允许 这个从小学 幼儿园 中学 一直到大学 就就教授 传授这些东西 灌输这些东西 那当然 你灌输的都是相反的东西 是吧 总是要感谢某一个 政党 某一个组织 甚至某一个个人 好像中国的一切都是 这个政党带来的 这个个人带来 中国化成几千年文明史 那没有这个政党的时候 那个文明史是谁创造的 所以 这个是说不通的 反观 我们海峡对岸 我们的台湾同胞 那不也是中国人吗 那人家的民主 不是也在 这个 越来越成熟吗 看见台湾的这些领导人 在和民众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是吧 看见台湾的这些政府官员 在议会被问责的时候 是吧 低声下气的回答议员们的问题 这个老百姓的代表 议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权利 那官员呢 在履行他们作为行务员的职责 这个就是一个民主社会 应该有的 那现在 说起台湾就是说 前两天 这个 这个这个台湾海峡发生了 这个撞船的 撞撞撞撞死人的事件 大陆的民众很愤怒 就是 但是 目前看来两国 不是这个两岸的这个 执政当局 好像还是相对来说 对这件事比较克制 你两位嘉宾 你们有关注这个事吗 小南 我我插一句啊 就是刚刚才你正好提到 就是这个 这个自由的问题 提到台湾 就是最近正好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世界上 一个什么组织公布了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自由度 台湾是排在前十名的 而且排在前十名的这些 这些大部分都是老牌的 这些欧洲的那些国家 人家这个自由啊 民主啊 人家都是有一两百年的 这个历史了 台湾仅仅就是从蒋经国开始 党禁报禁可能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对就但是台湾现在能到了 世界的前十名 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 这个这个自由的这种成果 还是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同时也能够给大陆人民 一个一个范例吧 就是说台湾人民能做到 中国人民也应该能做到 我觉得台湾真是在这方面 应该给大陆树立了 很好的一个样板 对 呃 我想说这个就是说台湾人民 都作为中华民族一员 阿们的民主的世界 是给中国人民 全中国人民一个和好的榜样 一个示范作用 我非常同意国家里说 小南你刚才说的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个 金门地区的这个 这个渔船的这个事故这个问题 我怎么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造船呢 就是台湾的海警船 来这个来这个 跟这个想接触这个就是 福建地区的渔民的渔船 打渔的渔船 这个渔船翻了 往这个渔船上四个人都落海了 两个人死了 两个人被救上来 就这么一个结果 我的理解是这么个事情 所以不存在撞船的事情 这是第一第二 也不存在的这个 说是什么过界 什么什么什么执法的问题 就是说你过来了 我台湾人说我不同意 我要要把你扣了 什么原因我不清楚 反正就是有点 也没有直接冲突 船肯定是没撞上 这个船呢就翻了 据说是这个 这个福建渔民这个船呢 是高速逃逸撞天动翻船了 四个船员落海 船上就四个人 四个人落海 两个死了 两个活了 我是感觉就说 中国这件事发生以后 中国民间的声音呢 多一点 中国政府 包括裁判声音 相对弱一些 虽然后来说 中国海警船就在金门附近 实行巡逻 这个这个怎么执行作业 这个怎么怎么样 如果如果 我觉得和中国政府 最近很多的对外的措施一样 很快的声量就会下去 就像明西这事 明西这事现在 官方媒体 包括这个 包括媒体 包括官方的喉舌 胡锡进 都说了 可以原谅 这事不一括打 就就就就就 就就这样算了 本来就没什么大大片事 你们自己嘛 用人 市场不是用人自保值吗 瞎子惹事 我这就我真是说一句 博洋小南 你们说话 我们同意 是他那个船是报道说 是在这个逃跑的过程中间翻了 对 没有状态 不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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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进入了这个金门禁止捕捞区 好像这要禁止进入那个地区了 然后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这个海景就在想把他们驱赶 而且小南国普同学 他进入那个区域 就是金门本地的渔民也不许在这捕捞 反正是这么一个区 是这么一个区 不是说说 其实大陆人说大陆人你不能捕捞 金门本地的人 台湾本地的人不能在这捕捞 反正是这么一说 对 他是禁止海域 禁止捕捞的海域 这个这个渔船 这个大陆渔船进去 进去那个禁止捕捞海域捕鱼 所以遭到台湾海巡署船只的驱赶和追逐 那么大陆渔船在逃跑途中翻覆 导致两人这个溺水身亡 这个最近好像这个 所以这两天就是说 官方的总的门调呢 不是太高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为了 这个满足一下民间的这个 抗疫声浪啊 所以这个可能也采取了一些报复措施 包括中国海警 这个 是今天吧 还是强制 这个登上一艘金门游文 进行检查 这个也是造成了 这个两岸关系就是 这个不协调了 这个船上的游客也受到惊吓 是中国海警 但是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一嘛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星期一 北京时间星期一下午在金门附近 水域强制登上一艘 一艘正在航行的金门 金下游轮 金门和到厦门之间的游轮进行检查 后来这个台湾海巡署就派巡逻艇到场 并伴随这艘游轮回到了金门的码头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大陆方面采取了一种报复措施吧 就是说你追赶我 我也来可以检查一下你 这个好像就是银行一下 大概是这个意思 柏阳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 这好像这个中国多多少少有益 把这个就是说 比如像刚才检查金门的渔船 或者说我看说有绕的金门的岛 这个航行的这种 好像有点常态化的这个意思 这个不好说 这是不是金门 金门的廉江县的离这个中国大陆这么近 是不是有可能要出事 我倒是觉得 你觉得可能这个大陆过两天 会把金门给占下来是吗 反正我觉得这有这种趋势 对 这个在就是军事上肯定是比较像是非常容易的了 因为这个金门靠大陆太近了 把岛一封一围 然后派点军队上去 就是 因为对 中国最终的目的是肯定是要武统台湾 这个目前来说慢慢已经能够看到这个趋势了 所以金门这是第一步吧 对 那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这个还有最后几十秒钟 那就是感谢两位嘉宾 雅光和博洋参加今天三人谈节目 也感谢小源台长主持 也感谢各位 这个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